OK,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計算大樂透 這個中獎機率最高的前七名 那講這個之前的話,我把剛剛我這邊秀的 反正最後的話就是兩階段 就是先抓一頁,再抓全部 並且把不需要的資料 或者是說像複製日期把它完成 那基本上的話最後我是 當然像這個地方其實還有點複雜 因為要做的事情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我把它拆成總共有2,4,6,7個SUB 那這個7個SUB其實雲端白板上面都有 包含就是說這一段 這個是SUB是P4下載大樂透 其實這個上禮拜講到就是跑個回圈 然後外面再多個K 這個K的話主要是決定它將來應該放在哪個儲存格的位置 OK 然後刪除日期的話就是 比較簡單是跑個回圈 或者反向回圈 然後把如果儲存格裡面是日期的資料刪掉 那複製的話這個上禮拜講的 那我這邊是有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一個儲存 我剛剛講了 2008年的2月29那個 剛好它的資料只有4個字 好像是2斜線29吧 那其他都正常 只有它不正常 所以後來我實在想不到其他 如果你要有更好的方法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那我是用長度去判斷 如果它的長度怎麼樣 LEN就是 它如果假如 它這個日期 不是像2月28是只有4個字 所以大於等於8的話 意思說它是一般正常的日期的話 那我就用正常的方式處理 什麼正常方式 用它原來的年 再去串它月跟日 把它串在後面就ok 這邊用一個format把它格式化 然後把它串進去 讓它變正常 那如果像那個2月28 它比較不正常 所以它只有2月28 所以我就end一個 因為它2月28前面沒有斜線 所以我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這個斜線 把它先加 就是年 這個是年的部分 哪一年 比如2月28 然後斜線 然後再加2 斜線 應該2月29 然後得到的就會是一個正確日期 ok 我試一下好像沒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稍微補充 最後就是做一個格式化 格式化成那個標準的日期 格式就是 年月日 西元年 4個y 斜線m斜線d ok 好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 刪除列 刪除列 如果用 回圈式的 一列一列3 那會非常非常的 厚時間 所以後來 我把它改成排序 也就是說 把它按照什麼 按照這個資料 是先按C1先排序 所以我其實是有預先先試試看的 C1排序一下 然後再把這個中間的範圍資料 有沒有 一直到這裡 那怎麼知道 這個到底 最簡單的方法是從 D1開始向下追蹤 所以Ctrl向下 向下之後我就知道 原來到這裡 從第二列到 追蹤到的這一列 的資料呢 就是我要刪除的 那我就把它 把它Delete掉 那這樣其實 刪除的速度 會比你那個逐個逐個去找 來的快 哇 快太多了 可怕相差的那個速度 可能 至少好幾倍啦 我是沒有特別去算時間 但是 切記將來刪除列 除非你的刪除列很少 不然的話還是建議先排序之後 整個用範圍式的刪除 所以排序的話用Sort 然後後面會跟你要兩個參數 就是有沒有header header有沒有那個標題 有嗎 所以要加這個header 冒號等於 就這個參數一定要加 那這個key的話 實際上就是直接什麼 直接拿那個 他原來的這個range位置 點Sort 然後呢 他原來的位置 然後並且排序 那排完序之後的話 就是去追蹤兩個 哪列到哪一列 然後呢我們追蹤到了從 C1的位置 然後呢向下把它追蹤到之後 把它刪掉 這樣是最快的 然後最後呢再重新排序 那就完成我們要刪除列的這個動作 增加這個比較簡單 剖析的話 這個是用那個 你可以用錄式聚集 也可以得到 像這樣的一個程式 那實際上是利用那個range裡面 有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資料剖析 在range物件的方法 名稱叫做test to columns 那可能還是需要給幾個參數 至於那個參數的意思是什麼 你們可以按F1 也可以查閱一下 那刪除逼欄 最後得到 AutoFeed就自動調欄寬 那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得到的就是我們要的 OK 那這個好處當然 將來如果 它那個什麼 它的主機社會上面的資料 假設下一期又增加了 那你就不需要重新再抓了 你就按一下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又重新把資料幫你抓回來了 那只是說它好像clear掉之後 它這個定義好像也會跑掉 所以你可能定義名稱 或者是說我們不用clear 我們clear contents 看看 clear contents可能那個定義名稱 應該就不會被刪除 不然你用clear的話 連名稱也會 那邊重新要再定義 所以喔 記得你這個地方要確定說 你這個有沒有定義成這個名稱 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們再增加一個排名 那當然上面請各位自己打 打上欄位名稱 包含號碼 號碼的話就是1到49 所以你向下拉 按ctr鍵 自己拉一下到49號吧 OK 就是號碼 第一個這號碼產生 那第二個機率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利用那個 比較簡單的話 內建的函數叫conif 幫我算一下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幫我算一下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以先插入一個函數吧 函數是用統計類函數 裡面的叫conif 那conif裡面它其實很簡單 其實它就是幫你兩個參數 哪個範圍 F3 F3就是調出剛剛我定義的名稱 這個範圍喔 然後呢 條件 criteria 是1號的 幫我算出它出現的次數 所以在這麼多的號碼裡面 喔 它出現313次 所以它的機率的話呢 就是它全部的 全部的話是除以什麼呢 它全部號碼 那全部號碼 就是用cons就可以了 cons的話就算 這個範圍喔 裡面 所以用conif這個先複製貼過來 那把if拿掉 那如果沒有if的話 後面只要一個參數 就是你要算一下 大樂透這個範圍裡面 出現的數字有幾個 就是全部的數字 一除之後呢 那就得到它的機率了 所以得到的機率喔 就是0.0219 好啦 假設像這樣的一個機率 那最後用rank 最後向下填滿 OK 我們把它排出來 排那個 哪個機率高哪個 那可以再插入一個 統計裡面有個rank.eq 那一樣喔 你就給它的機率 然後呢 再給它全部的 全部的話就是 這個b2一直到 這個ctrl chip向下 到b的50 49個 那記得 這個範圍記得把錢的符號加上去 因為待會我們要向下填滿 所以鎖住那個b2跟2跟50的地方 ok 然後再把它向下 這樣其實排名就會幫我列出來了 然後呢 我們做完這兩個動作之後 那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幫我把這個地方 做出什麼 類似vb 因為我將來 我不希望每次都還要自己再輸入一次公式 所以呢 我就先寫一個清除 清除就清除這兩欄裡面 從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幫我清掉 ok 那清掉之後的話呢 再幫我加剛剛的東西 如果我假設我重新 有一個資料進來的話 那我希望呢 我不要再手動一次 我其實已經都固定了 因為規則基本上都一樣 所以我只要再按一下 那它就自動幫我把這個機率算完 排名也算出來了 ok 那這兩個按鈕呢 其實也相當簡單 就是說 我 第一個當然 我們可以在那個 模組 也許我另外再起一個模組 因為之前我們這個 module 1 裡面已經放那個 這個下載資料的程式 那如果說假如 我要把它另外放 也許你按右鍵再插入一個新的module 我就叫module 2 然後呢 裡面的話先寫清除好了 那清除也很簡單 就是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50列 當然你可以50可以向下追蹤 不過號碼應該是不會變 所以我們乾脆寫50算了 然後把它的bcd 這三欄先刪掉 其實 裡面應該只要刪3bc就好 D欄的話應該是前期順便刪 其實也不影響 ok 然後刪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一段程式 直接在底下 其實你清楚寫完之後 直接把它複製到下面就可以 然後清楚拿掉 那再來其實很簡單 就是其實輸出兩欄就可以 第一欄不用 ok 然後這個後面的話 就是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邊來 這個公式 放到這邊來 這樣就ok 那放公式的話呢 可能要特別注意 複製它取消 直接把它什麼 貼到videobasic的這邊 但貼上之後的話 你還要改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 其實你只要點選下一個儲存格 看一下公式裡面有哪個地方變動 你大概就知道哪個地方變 然後原來這個2要變3 3要變4 那實際上這個數字 就等於跟這個i 是一樣的啦 所以呢你只要把這個2的位置 改成i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把i放進去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先切開 雙號兩個 2先選起來 切開 然後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把那個and前後空白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等於是 這個ok了 那排名怎麼做呢 一樣 先把這個先複製過來 取消 然後呢 切到Visual Basic之後呢 貼上 那再來要不要改呢 應該要啦 應該這個2吧 我看一下 應該留下這個改成3 再改成4 ok 那如果知道的話 就是這個 其實如果你不想要再做一次 其實可以把a 後面剛剛變成i的這一段 自串 複製一下 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 貼到這個b2的2 蓋過去其實就可以了 這樣就快 ok 那我們就程式寫完了 所以把它清除掉 然後再讓它產生一遍 ok 好 那我們就計算完了 可是計算完之後 當然我們已經大概知道了 到底排名 前幾名的是哪幾個啦 不過如果你用眼睛看 其實當然也ok 只是說最好是怎麼樣 幫我把顏色填一下 比如這個小於等於7好了 我想要知道前7名的號碼 並且幫我填個底色是黃色 類似像這樣 那當然你要 你如果用眼睛填 很慌慰時間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乾脆跑個回圈 不過我同學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可以這樣 先資料裡面排序 排序的話是A到Z 排一下 幫我把顏色填 填 這好像第6名有相同的 第2名也相同 所以有相同的可能要另外處理 好那假設你把這個顏色填一下 然後再把它 號碼再改成一樣排序 A到Z 這樣ok了 不過如果你是這樣來做的話 有時候還是蠻麻煩的 你變成說你要排序兩次 然後還要把顏色填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把剛剛的動作變成一個VBA程式 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清除格式 一個是格式 那該怎麼寫 ok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星期的資料 我還是先抓下來 這個第一個 抓完之後的話定義名稱 這個定義名稱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Excel裡面 如果你不會定義名稱的話 真的很麻煩 因為它這個範圍這麼大 而且是跨工作表 那你將來你選完之後 哇那公司變一長串 所以倒不如你給一個名稱 以後記得要配合一個什麼 F3 你如果按F3之後 它就會自動調出那個名稱的清單 你用選的就好了 絕對不會錯 ok 再來就是說 你將來要配合VBA的話 也非常的方便 像我剛剛這個 因為我是用定義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哇這直接放在VBA裡面 一個字都不用改 但是如果你不是定義名稱的話 哇很麻煩了 你可能還會遇到 裡面有雙引號的問題 如果有雙引號 你變成你要改成兩個雙引號 那又很麻煩 所以 定義名稱跟VBA 也非常的match 所以如果假如 這個地方 請各位先試試看 並且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 希望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的話 那程式怎麼寫 後面其實我是希望 最好剛剛列一個清單好了 告訴我前七名是哪七個號碼 那反正呢 我就挑這幾個號碼來買就好了 當然以後你說 老師 那我不只要前七名 我想要其他的資料 比如說 哪個月份 哪一天 哪一週 什麼什麼條件 出現哪些號碼的機率 可以在你後面自己去延伸吧 我們重點不是在幫你算名牌 其實我們只是做爬床之後 後續的一些簡單的資料分 資料的格式化 然後把它做一些簡單的報表呈現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剛剛這兩段程式碼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如果你要找剛剛講的這個程式碼的話 在這裡 OK 所以你們待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個單元 OK 用Creditable下載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這個的第十頁的地方 剛剛第一段就這一個 第二段大樂透 等一下的話會再來講格式化 跟前七名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OK